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要来看到是行政院长江一华表示 国内能源价格调涨是因应世界情势所做的决定 而核四若不盖 他表示电力调度会更加吃紧 再来关心是桃园县卢族乡 有一位14岁女学生在2月22号的晚间 一次遭到同学强灌酒精 送到医院后急救后不治 警方将未成年的嫌疑犯依强制罪 跟过失重伤罪以送侦办 好 先开始 我们首先要来看的是 228和平纪念日的相关的新闻 由狼烟行动联盟所发起的狼烟行动 已经持续五年串联在各个区域的部落 选在228这个象征族群融合的这一天 一起来释放狼烟 其实狼烟的意义是跟祖林来做对话 也是代表着各族群部落 可以透过失放狼烟这个行动寻求互相的资源 而这样的串联行动 228这一天全台各地都在同步的进行着 我们首先先来看到是布农族人的狼烟行动的诉求 台东沿平乡桃源部落的布农族人 在农历过年前 他们前往那本路旧部落寻根时 却在返回的途中遭到警方拦阻盘查 引起当地族人很不满 在22月28号纪念日的当天 当地的族人就特别在红叶绍棒纪念馆前释放狼烟 表达对警方处置的不满 他们宣誓原住民族的自然主权 也强力要求统治者要尊重原住民族的权益 沿平乡红叶部落的布农族人约二十多人在红叶绍棒经典馆前 栏放狼烟同时挂着布条写着 捍卫自然主权 帝国警察滚带 捍卫中言等标语 表达对红叶派出所在农历过年前 一批共21位前往那本路的族人 回部落主居地寻根 在回途中遭到警方以小偷的方式进行包抄蓝查对待 族人激动地表示 因为83岁的族人从72岁就开始 每年都会回旧部落 但经过警方的白色恐怖急措之后 让他不敢回旧部落了 他从72岁 72岁一直跟我们回到那本路 已经83岁了 他还是跟我们一起用走路 回去那本路 因为他说那是他的家 为什么回家还要被抓 228纪念日是纪念228事件 如今原住民透过228纪念日来表达对执政者的相关法律的不满 提出抗议 透过蓝烟蓝放希望统治者有一点反省 我们不贪心 我们只是回去看一下 去在那个环境 在那个空间里面 去行使我们的文化的权利 我们的文化不是只是给政府 当作迎兵舞的时候 要出来跳舞的样子而已 我可以代表我们年轻人讲这一句话说 起码老人家他懂得这个跟社会 跟这个文化 跟这每一座山 每一个草 每一个动物都很好相处 抗议族人更不满的是 这次选择红业派出所的辖区 进行南方狼眼表达抗议 原本希望红业部落的族人也能参加 派出所却在前一天27号 透过广播告知红业部落的族人 这场计程会是违法 如要参加会进行逮捕 怎么会228事件那个时候的恐怖 又紧接地透过警察单位 来跟我们村民 村民是要族群是要团结的 怎么再次地来做一个分化 在抗议族人纷纷表达诉求之后 原本要徒步前往红业派出所抗议 后来在警方的协调而作罢 抗议所有言评分数所所长接受 这一期抗议事件起因于 陶衍部落的居民 在去年12月19号 共21位族人 以及台北登山协会的成员 前往内本路族部落进行 寻根以及族部落的重建 在今年的2月7号 农历过年前返回部落 不料被获得线报的红业派出所 远警在红业潮以包抄的方式拦下 以并带回分寿所调查 族人如今云怒未消 认为警方的动作 影响了不农族人回族部落的自主性 记者 富龙台东 延平采报报道 好 二二八这个象征平反历史 族群和解的节日 原住民族在不同的区域 共同来释放狼烟 透过这样的传统的方式 在这个时代表达原住民族 所遇到的生存的问题 特别是在花东地区 其实这几年BOT的开发案不断 为了守护传统领域 族人持续抗争 花连的同门部落 跟台东的禁谱部落 也在这次狼烟行动中 表达他们的诉求 族人意志坚决大喊 爱土地我反合 在二二八这一天的 花东地区原住民 从封兵禁谱 光复台巴朗 秀林同门 万荣乡及花连市等地区 持续串联齐放狼烟 表达对土地的诉求及不满 除了呐喊花连县内宣承的议题 包括秀林乡同门村的 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 万荣乡的万里水利发电 红叶村的文泉特定区 都市计划等 最重要的主轴也就是 反对核四续建 反对上海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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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还我土地 要求还我土地 狼烟行动也许会 让更多人看到 我们部落的需要 也可能不足的地方 但是我们的族人 能够为自己的领土 能够得到强势的一种意念 不要让观光成为未来的破坏 大自然原始的一个状况 整个整体 整个狼烟行动联盟 还是很在乎很在乎的一个议题 就是为了爱我们的土地 所以我们坚决反合 中间放置干枯的木头 放了许多芒草叶 火烟被点燃 串起了浓烟冲天 放狼烟反对政府 对原住民族的不尊重 彼此围圈唱歌呼应 要将和平的声音 随着狼烟传到全国各地 在台东近埔部落的齐佬 拿着酒杯向祖林祈求 希望祖林必要守护土地 同样也狼烟冉冉升空 族人从老到幼都参与 一同高喊抗议口号 唱祖林之歌 要让更多人知道 近埔部落守护土地 强烈的诉求 也让后代感受不落的危机一事 因为我不想让我们的土地消失 被那个 就是被政府拿走 对 要上海剧场 不要 因为 因为 对 上海家要土地 花联县政府希望在 长虹桥出海口侧 近埔部落的领域 新建一个面积约 八公顷多的山海剧场 来引进观光客 让部落族人听到后不断抗争 担忧土地会因此而流失 所以我们担心 以后 如果真的是开发的话 那我们进埔 我们不知道要何起何从 所以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这样 今天 放个 放这个蓝烟的意义就是 让所有人 看到我们进埔 所有的人的心情 对土地的爱 对土地的执着 各个部落及族人 透过狼烟行动的串联 集结更多力量支援部落 守护土地与文化 228狼烟行动 已经是全国燃起 呼吁民众也共同关注 原住民族土地议题 并关切族群的权益 记者卡招房屋 花莲台东采访报道 好 其实狼烟行动联盟 在很有限的时间跟条件下 就成功的串联 却谈各旁不同的族群的部落 在28日来释放狼烟 其实桃园的坎金部落 也没有缺席 当天 昨天也号召部落的长老 自己在一起来共同释放狼烟 而在这次行动中 坎金部落 他们也提到自己的部落 所遇到的土地争议 跟居住权益的问题 在长老的带领之下 为着狼烟唱起阿美族的歌谣 有70多年历史的坎金部落 就跟其他海岸部落 三英 沙瓦之部落 都有同样的土地争议问题 在228和平纪念日这天 族人聚集在一起释放狼烟 提出了坎金部落的诉求 住在这里的大部分都是年长的 已经没有办法做 小孩子也跟着这个时代 过的话实在非常难过 对我们原住民来讲 当然政府真的要缺义我们 但是最重要的 还是政府也要帮助我们 向政府宣示 重视这些海岸部落 布京的沙瓦之 三英部落的土地问题 族人为了省钱 以及营造原乡生活的环境 在坎金这里打造出温暖的家 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拆迁 族人真的无奈 近日桃源县政府 要将坎金大桥下的土地开发成文化园区 族人担忧坎金部落未来遭到开发 担心未来可能无家可归 而巴这天释放狼烟 其实主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只要一个安稳的家 提醒政府能够重视并且尊重 在都会区辛苦求生活的 原住民的人权以及土地权 既然算塞桃源大西采访不到 另外我们要看的也是延宕将近十四年 台中的太平自强新村 以及雾峰花东新村的阿美族人 至今他们就地重建的问题 仍然没有获得解决 他们也透过这样的狼烟行动 表达自己的权益 延宕将近十四年 台中台平自强新村 以及雾峰花东新村的阿美族人 至今就地重建的问题 仍然没有获得肯定的解决方式 不满政府或是民意代表 每次来看看之后说了一大堆场面话 十四年来居民希望就地重建的希望 还原地踏步 一点进展也没有 借着228狼烟行动表达抗议 希望政府单位及民意代表 不要再敷衍了事 有的大官来这边 所讲的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都不能相信 你看开会的时候 他就说我知道你们的诉求 我知道你们的苦 你们住的地方都是这样子的 我知道以后一定会 我所讲的承诺 我一定会做得到这样 到现在哪里有 希望政府能快点把我们这问题 来去解决 不要说说就不管了 不管是像民意代表 都一样 可能好像就是我们 就是他们刑期的筹码 我们也不要了 我也希望是说 我们政府真的要去 是不是能真正的关心我们了 所以我们又透过这样狼烟的方式 而去让政府听到当地的原住民 台中市的原住民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什么 自强兴春的族人们 因为十几年来 就地重建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以至于让他们居住 环境也越来越差 族人们燃起狼烟 用传统仪式向祖灵祈福之后 也呼喊着诉求希望政府能够听见 而南投普里 尚未被官方承认原住民族身份的 嘎哈普族 今年是第二年参与狼烟行动 证明的问题就是主要的诉求 希望政府能够重视 不管是平普族还是嘎哈普族 都应该恢复原住民族的身份 我们觉得这个活动 对我们的团结的那个意义很大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诉求 我们在这里向我们的祖灵跟上帝 我们来呼喊 我们被忽视 我们被漠视 但是我们嘎哈普有自己的语言 我们不愿意再沉默 狼烟行动每年已经越来越多族群加入参加 他们大多是要表达政府单位 对他们权益漠视以及不公平的待遇 不论是土地的问题 还是文化上证明的问题 台湾土地上原住民似乎还有许多问题 由待政府来面对 但最重要的面对之后要真诚的解决问题 而不是一拖再拖 让族人心中的怒火 每年都这样烟烧下去 记者No台中南投采访报道 好 其实狼烟行动联盟 在今年就再度的号召原住民的族人 要点燃狼烟 要求的就是政府要尽速落实 原住民族基本法相关子法的制定 同时要呼吁政府要和台湾原住民族 来共同来制定新宪法 而这次比较特别的是 联合国的国际党公约的审查委员会 也正好在台湾审查中华民国的政策 还有人权的现况内容 狼烟行动联盟是表示 一定要透过这样的机会 为全台的原住民族来发声 102年狼烟行动联盟 再度号召全台湾原住民族人一起释放狼烟 主打的诉求就是争取原住民族的自主权 2月28日大概从早上9点开始 南田 大鸟 赤铜 都兰 红业 晋浦 台南 纳马夏 地家 铜门等各地区 原住民族部落就陆陆续续一起享宴狼烟行动 各部落诉求的共同点在于反对续建核四电厂 抗议政府漠视原住民族的基本权益 包含位于南投属于平埔族曲的港澳五族后裔 也在这一天燃起狼烟 希望政府承认他们的原住民身份 而恰巧在三天前 联合国两公约国际审查委员会也抵达台湾 首次对台湾政府审查两公约的实施情形 由于在两公约审查委员会 日前针对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园的部分 所开出的提问单 内容就提到台湾原住民地区核废料处理的情形 跟BOT开发案的问题 要求中华民国政府做说明 正好呼应了这次狼烟行动的三大主要诉求 首先是要求中华民国政府政权 明确落实对台湾原住民族的空间历史的转型正义 不能回避之外 并且对殖民政策公开正式向原住民族道歉 第二是要求我国政府应该尊重原住民族人之意愿 尊重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精神 并且要求尽快完成原住民族基本法相关执法的制定 最后两眼行动联盟也呼吁台湾原住民族 跟非原住民族族群一起来共同推动 制定台湾土地上的原生新宪法 以平等互信互惠的信念 追求开创公益共融一体的国度 因为现在的宪法 虽然在征修条文把原住民列入在里面 可是这不是跟台湾的原住民共同讨论出来的结果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台湾的现场 狼烟的部分最主要就是让大家说出自己的诉求 让大家可以看得见偶然相有这些问题 狼烟行动联盟更是痛斥中华民国政府 以民主制度之名 继续福利殖民之实 根据狼烟行动联盟统计 全台在228至少有500个原住民族部落 团体或个人一起释放狼烟 就是要政府不可以视而不见 也许大家真的会很好奇 狼烟行动联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其实它是东部的族人自发性组成的原住民的组织 从2009年 他们就开始号召各部落在和平纪念日228当天 来释放狼烟 而今年他们再度透过这样的行动 向政府要呼吁的是要求原积法的相关执法 要尽速制定等三大诉求 身为原住民族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园民会 其实也做出了初步的回应 2月28日全台湾的狼烟行动 行动一大诉求 就是要求原住民族基本法执法应该要尽快完成制定 行政院原民会主委孙大川也做出了说明 石大川还说 正在这一次两公元审台委员会来台湾了解台湾政府 人权政策实施行刑 原民会也都有参与 并且针对核废料的问题也表达强烈的抗议 要求台电加速把核废料从南宇岛迁出 并且表示行政院原民会会会进一步了解 这次狼烟行动族人的诉求 归纳起来并且与族人站在同一阵线 取得应得的权益 记者国内阿里夫台北市采访报报道 好我们刚看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 对狼烟行动的诉求有一些看法 不过呢周冬马英九在出席两场的 228纪念的仪式当中 没有提到原住民族任何的谈话 但这场马总统所出席的228纪念仪式 接着外头的抗议声势不断 马总统声称鞠躬 再度向228事件受难者与家属致歉 228事件66周年中书纪念仪式 上午在宜兰举行 除了献花献诗献月等庄重仪式 马总统也颁发回复名誉证书 给当时的受难者蒋世青 由蒋家家属代表接受 刘蒋世青是日治时代著名的反殖民运动领袖 蒋未遂的三子 因此获颁蒋世青的回复名誉证书 让蒋家相当欣慰 不过政府的这些纪念仪式做法 仍然让受难家属批评 活动流于形式 对于228事件在教育上从丰熟到现在历史教科师简单的描写 要把流于形式的纪念会化为教育下一代的力量 对此马总统当场要求教育部 研理提高228事件相关教材在教科书的比重 让下一代都能寄取228白色恐怖事件的教训 马总统出席28纪念活动 抗议也如影随形 上午的28中书纪念仪式 有人穿着反核T恤 在会场内沉默抗议 也有民党立委拿着阿扁娃娃 向马总统要求释放前总统陈水扁 而之前曾经把鞋子砸向马总统独派人士王献吉 也受邀出席 让现场为安绷紧神经 王总统一上台 王献吉才要准备抗议 就被传统随后拉出会场 而下午的台北市28事件66周年追悼会 同样也是抗议声不断 会场内几倍哀思 但是场外拿着释放陈天总统的旗帜隔空抗议 跟着马总统一整天抗议声没停过 但是也模糊了悼念28事件的焦点 建局线吴家宝宇兰台北采访报道 另外来看的是台湾国家联盟等多个独派社团 他们在昨天下午也举办了一场叫做 勿忘三月屠杀的纪念游行活动 民进党的主席苏贞昌 他受邀这次时 他也表示也真的很希望政府将228的真相说明 而且真的要列入教科书 让人民清楚这段历史 由台湾国家联盟台湾教授协会 以及台湾228关怀总会等团体 共同举办的22866周年纪念游行 28号下午2点28分 从当年228事件查起撕烟失八地的大道神出发 就此游行主题是勿忘三月屠杀 主办单位希望台湾社会 不要遗忘当年三月的多起大规模镇压行动 并希望政府厘清史实 以此为鉴 包括民进党主席苏文昌 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 与台联党主席黄昏辉都道长参与游行 游行活动就来到自由广场 举办一场名为共生音乐节的晚会 除了要用歌声向当年的受难者表达怀念 也希望台湾各个不同族群 无论先来后到 都能把台湾当成名誉共同体 在这块土地上贡宣 记者张志雄 张子霞 台北报道 好 另外来看的是 核四公投的争议持续的延烧 前核四安全监督委员会的主委林中瑶 强调核四并不是不能续建 但应该要全速退回已经移交的系统 而且还要邀请国外的专家 重新成立市运的转测式的小组 再次检测 根据了解呢 其实行政院长三英化 已经私下拜会林中瑶 不过当年发起核四公投运动的前 民进党主席林英雄 昨天也正是公开的要求 政府应该要马上停建核四 核四争议不断 前核四安全监督委员会主委林中瑶 接受公式有话好说节目专访 强调核四并不是不能续建 但现在核四试运转测试小组 以及电厂运转人员 都不具核电厂运转经验 无法做到把关 应该退回已经移交的一百多项系统 并重新成立试运转测试小组 林中瑶建议 试运转测试小组成员 包括核一核二和核三 各十几位具有核电厂运转经验的员工 以及两位有全场试运转测试的外国专业人员 和十到十二位有试运转经验的国外顾问 每日驻场每星期提出建议报告 据了解协议院长江一华 最近也亲自向林中瑶等核能专家请议 其间院将持续与反核团体联系 为了听取民间更多元的意见 总统府也评估是否由马总统 与妈妈监督核电厂联盟亲自沟通 而身为妈妈监督核电厂联盟发起人的艺人林志玲 沿入了这段反核宣言 不少艺人也公开反核 导演压压哲更拍摄反核影片 呼吁更多人关心反核议题 长期反对新建核四 发起核四共同运动的前民进党主席林英雄表示 辅导核灾后台湾反核民意已经相当清楚 政府现在应该要马上听见核四 而林英雄也认为 现在的公同法门槛过高 也再度呼吁各界尽快补证公同法 记者综合报道 其实台电在最近就有表示 不管核四厂到底要不要建 电价是一定都会涨的 也引起外界的质疑 而行政议长张一华在今天就回应就说了 台湾过去电价长期来都没有反应成本 所以正本清源之道 就是要叫电价逐步的调涨 张一华他说了 如果未来核四停建 核一跟核二厂又造了失程厨艺的话 电力供应一定会吃紧 除非有替代性的能源 但这个可能性目前都有困难 好 另外来看到这个就是核四的问题 其实还没有解决 再加上公投的议题也在延烧 但现在却传出核四厂龙门施工处的处长 突然提前的退休 也引发各界的遐想 来看到行政议星期一就抛出核四公投的议题 引发各界的讨论 但核四厂的龙门施工处的处长邱德成 就提前退休了 而高层一天就核准他的退休 而且今天起就生效了 外界就很质疑这个敏感时机退休 是为了要规避责任 不过台电上午召开了记者会就回应了 邱德成的退休其实是个人的生涯规划 而且已经有接任人选 不会影响公期 而至于争议中的店价部分 台电是指出 去年就已经决议今年十月店价就要涨 至于核市场续不续建 对于店价有没有影响 台电说未来事情还得要评估 现在还言之过早 桃源省如日湘有一位14岁的女学生 在2月22号的晚间 已是遭到同学强灌酒精 送到医院急救后不治 警方将未成年的谐音犯 移送侦办 来自泰安商的泰雅孩子 亦农即将要飞往千里达 去见分别十三年的妈妈 到了千里达 亦农才知道在地球的这一边 有这么多爱她的人 亦农才舍得回台湾吗 到外婆家放寒假 从2月18日起 每周一下午5点 在原氏16频道 证明说这个雷射光 这个光到底是不是直线前进 那小朋友呢 只要你能够把田拼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完全明白 我们红鹿是怎么做的了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就要做了 我们就能够把田拼出来 那我们就要做了 我们就要做了 在地球skratt 来自奸 你都要做了 在地球上 那不是 你就是 晨 Save the Changing miscon婷子 festival 應該要 姓 駱 surgery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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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原市五间新闻 接下来这些新闻来看到的是在屏东县的牡丹乡 东原村的水箱草原跟哭泣湖是著名的部落景点 而今年廉价期间失败了进场要收取费用30元 但游客反应其实很亮极 东原森林游乐区内的哭泣湖 桃花西木群不管是平日或是周末假日 常常吸引不少游客 不过今年开始 游客们如果想要前往湖西湖观赏美景 或是享受森林浴 将收取30元管理清洁费 而面对收费合不合理 游客反应呈现两极 我觉得很不合理 这样小小一个湖收算是怪真的 真的 对 我觉得很后悔开进来 合理的啊 因为我觉得本来就是要有一些收入的部分 那其实要有收入才有维护嘛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面对收费整理 东原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解释 今年廉价期间有向游客收取30元管理清洁费 将来呢会按照游客反应作为未来营运标准 目前收取的清洁费是用来维护园区内环境 并跟未来增设公共设施经费用途 那如果今年事办成功的话 明年呢会正式开始收费 所以就会每个礼拜六日假日 例假日都会开始正式的营运收费 东原圈哭泣湖 山色相当美丽 且有着丰富的自然生态 美景如何维护才能保持它的美 协会也期待游客发挥使用者付费 让这片好山好水 山光美景得到永续照顾 记者歌手屏东牡丹采访报道 从莫拉克风战以来 始终无法全线通车的阿里山森林铁路 确定在4月可以从足旗 再往上通车到奋起湖了 而5月之后会移交给台铁协助营运 希望能够早日重现阿里山小火车的观光人潮 南部地区这个冬天气候偏暖 阿里山的山樱花和千岛樱 等不及樱花季开幕 已经提早开花 放眼望去一片粉红色花海 游客拍照拍不停 开得还蛮美的 来这边看的话心情怎么样 心情很好 可以出来走走很棒 阿里山樱花季 预计从3月15号起跑 到时候除了山樱花和千岛樱之外 包括琉球樱和吉野樱 也都会陆续开花 为了避免往年游客爆量的情形再度出现 领馆处寄出总量管制 3月起每天团体客只允许6000人入园 散客不限 希望确保旅游品质 而阿里山另一个观光卖点 森林小火车也正在加紧维修 4月逐期到奋起湖路段 渴望通车 5月起更将逐步移交给台铁 协助营运 希望延续樱花季的人气 为阿里山的观光再添助力 百年森铁是重要的文化和观光资产 但维修负担很大 奋起湖以上到阿里山森林游乐区之间 还有两处受到88风灾重创的路段还在抢修 行政院去年核定台铁协助森林铁路的营运 不过双方对于选择分工意见不同 原定去年9月应该签订的行政契约延宕至今 现在移交时间底定 台铁在轨道营运上的专业 能不能帮助森铁重振昔日风光 铁道年拭目以待 记者中文陈显坤嘉义报道 花东地区交通建设跟西部比起来真的差异很大 台湾西部有高铁有飞机还有电计划的铁路运输 但花东铁路到现在都没有完成电计划 不过好消息是 交通部长叶匡时到台东勘查时 保证今年年底前 可以将花东铁路电计划双轨化改善工程完工了 他表示到时候浦云马号可以行驶花东线 而明年起台铁每天将会开出11班次到台东 台北到台东的行车时间 也会大幅缩短到三个小时半 台东关山火车站第一个完成台铁 提升东部运输服务效能的改建工程 除了月台扩建 可提供普悠马号列车进站 也设置电梯 让行动不骗人士使用 整体月台动线和空间都扩大了 可容纳更多旅客 当地民众和游客终于感受到 有比较高水准的车站月台 很满意啊 有赶得上北部的水准 第一站好像下车就混车 混车已经开了 开心了 加龙部长叶匡时28号特地到台东 搭东线铁路火车到关山火车站 体验改善后的车站空间 叶匡时保证 年底前花东铁路电气化 双轨化改善工程将完工 普悠马号就可以行驶花东线 明年起 每天将增加11班次普悠马号列车 以及两班次自强号 同时台北到台东的行车时间 会大幅缩短为三个半小时 解决东部铁路交通的困境 普悠马号可以投入 所以未来的运量呢 就基本上呢 一票难求的问题就会解决 不过东部对外的交通 还有南回铁路需要改善 叶匡时要求台铁 南回铁路电气化工程 明年一定要动工 尽快完成环道铁路电气化的交通网 让东部民众享受更便利的交通运出工具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 另外提醒您 就是政府严惩酒驾 从今天3月1号开始 酒驾的罚款上限 就会从6万提高到9万了 来看到的是 从凌晨0点开始 全台就进行大执法 台北市有两起酒驾 其中一名还是雷犯 而花莲警方也在凌晨 也查起两起酒驾案件 并在吉安乡开出全国第一张罚单 警方特别提醒 新法上路之后 拒绝酒册也是直接会开罚9万 民众不要心存侥幸 而3月1号起 金正署也已经下令 全台各地的警方加强路边检查 希望能够杜绝酒驾歪风 好 来看到这则新闻 也是关于交通 就是国道继承收费方案 预计在今年的下半年 就会出炉了 而交通部长业匡史就证实 考量到民意 横向国道可能先事办两三年都不收费 不过有学者是认为将来还是要计费 才会符合当初使用着付费的精神 也可以疏解部分车流 国道继承收费预计下半年上路 交通部长叶匡史27号 向行政院长相仪化报告继承收费案 针对横向国道是否收费 叶匡史证实可能会先事办两到三年免收费 之后再全面检讨 东西向国道不收费 目前是一个选项 就是非常可能两到三年是不会收费的 就是目前有一个选项 原则上我们会到两到三年后 然后再做一个全面的检讨 根据高工局以车流和里程的推算 继承收费上路后 所有国道过路费一年总收益大约是220亿元 其中横向国道因为车流较少 里程也短只占20亿 如果横向国道不收费 国库暂时可以吸收短收的差额 纵向国道费率也不会因此增加 不过参与费率设计的学者认为 就算有两到三年的缓冲期 横向国道未来还是应该要收费 尖峰时段收费 防止横向的国道也被过度使用 或者采用免费里程的方式来做收费的机制 至于纵向的国道 绝对不要因为暂时横向不收费 而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目前在连续假日 部分横向国道因为连接机场和观光景点 甚至有时会出现拥塞 学者认为收费有助输款车流 也符合国道继承收费 用多少付多少的设计精神 记者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这个家庭 是在桃圆县卢柱乡 其实有一位14岁的女学生 她是泰雅族人 她在2月20号的晚间 疑似遭到同学强冠高粱酒 但是在她父母亲回家之后 却发现女儿没有生命迹象 送医急救后不治 被害人的父母已经向警方提告了 而警方也将未成年的嫌疑犯 以强制罪跟过失重伤罪 一送正办 桃圆县卢竹乡 一位14岁国二泰雅族少女 在2月20号晚间疑似遭到邻居 高二中错生 邱同学以及蔡同学 强冠高粱酒 父母回家之后 发现女童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送到医院急救之后 酒精浓度高达2.0毫克 那你这么短的时间 要一个孩子这样喝酒 我觉得不可能 一点很多 然后第二天在质问他的时候 他才坦白说 其中有一个姓蔡的同学 灌他喝高粱 一瓶 那我也当下就马上报警 处理 然后后面看了监视器 觉得他们的说辞 跟我所知道的 完全都是不对的 他们有在隐瞒事实 透过路边的监视器 可以看到在七点左右 邱同学漫步社区 要走到张姓少女的家 七点三十六分 张姓少女和邱姓同学 弟弟都还有跑出来 又回到小仓库 七点四十八分左右 张姓少女还在一旁 跟弟弟打闹玩耍 邱姓同学就坐在旁边 在七点五十六分 邱同学起身离开 不知道走去哪里 隔了十几分钟之后 在八点十七分 张姓少女弟弟先走出外面 随后看到蔡姓同学 骑着脚踏车 随后就看到张姓少女 走路摇晃 沿着墙壁走 邱姓同学还不时 摸了少女的头 四人就往 邱姓同学家的方向走去 每几分钟 张姓少女弟弟 骑着脚踏车出来晃晃 最后也没有看到 张姓少女 以及两位男同学的身影了 不过根据 张姓少女母亲的说法 邱同学在晚间九点多时 有打电话给她说 张姓少女昏倒在家里 赶到现场的时候 女儿昏倒在自己的床上 让家属怀疑女儿氏被强迫喝酒 酒味很重 酒味非常重 跟她所说的啤酒完全不一样 家里好像有打斗的痕迹 然后妹妹验伤 有发现她的右边的胸部伤 有抓伤 蔡姓邱姓同学说词都不一样 目前都做完笔录 不过邱姓同学家门已经上锁 联络不到 警方也确定四位未成年 都有饮酒 也依照强制罪过失伤害 以起检察官侦办 本案我们针对关系人 秋庆 但是我们是以过失重伤跟强制罪 以请检察官侦办 母亲相当难过的表示 女儿并不会喝酒 为人也很乖巧 遇到这样的事情让她无法置信 由于女儿目前昏迷指数只有三 呈现植物人的状态 少女母亲已经在2月28号早上 签下放弃急救 不要让她这么痛苦 将会提告诉诸司法还给女儿一个公道 记者安然算塞 陶渊如竹采访报道 国内等待肾脏移植的病患有6000多人 不过器官来源却不足 不少人是选择到中国大陆来换肾 但由于中国器官来源已是黑市买卖 和载取非自愿人士的器官 引发了医学伦理跟人群的争议 因此威生署计划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修正草案 总理法院审议将明文的规定 禁坏仲介器官移植 画面中一名健康的人躺在手术台上 活生生被摘除器官 移植到另一名病患身上 这是前加拿大国会议员大卫 在2006年调查发现 中国政府强摘人体器官 并拿来贩卖牟利 引起国际间踏伐 而国内立委也认为 在违背本人意愿下 强迫器捐不仅违反医学伦理 也违反人权 买卖器官来做供给的时候 你想一下器官是在人的身上 那要从人上面活摘 或者是把人杀了 然后把器官摘出来 想象那个血淋淋的场面 其实是非常的不人道的 立委林世佳表示 中国每年进行人体器官移植数量 高居全球第二 但器官来源始终不明 疑似有黑市买卖 及摘取非自愿人士的器官 根本是按需求杀人 而国内一项统计也发现 从2000年到2011年 国人附近外接受器官移植 最多的地方就是中国大陆 12年来共有1754人次 占所有境外移植器官的88% 以肾脏为大宗 卫生署在民国98年 曾经提过一个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全文修正案 中介者有过约束 违反的话是会有相当高的罚则 卫生署表示根据世界医学会的伊斯坦堡宣言 是禁止器官非法交易及移植旅游 国内也将朝向这个目标 因此未来除了持续推动国人弃捐风气 也会再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正草案 送进立法院审议 如果家中老人常常是头晕目眩 还有腰酸背痛 可能不是正常的老化现象 而是罹患了多发性骨髓瘤 医生就表示多发性骨髓瘤 其实是一种血液的癌症 全台大约有2000米的病患 但是发生的原因不明 因此如果有疲倦 头晕 还腰酸背痛症状的长辈 就要提高警觉 到大医院做详细的检查 一名78岁的阿公 平时在山上种蔬菜和果树为生 身体还算硬朗 不过最近一年 却常常觉得头晕目眩 四肢无力 到卫生所检查发现有贫血 后来转诊到山下大医院 才确定是罹患了 多发性骨髓瘤第三期 前半年他没有办法查出 这个贫血的原因 后半年是因为这个贫血 变得很厉害 那这个阿公需要输血 加上他有很多胸椎腰椎的骨折 才被转到医学中心来 发现原来是这种 多发性骨髓的第三期 幸好这位阿公经过治疗后 病况已经获得稳定 医师说 所谓多发性骨髓瘤 是一种将细胞增生 侵犯到骨髓的一种血液癌症 发生原因不明 但耗发于65岁以上老年人 而且男性比女性多两倍 临床症状包括贫血 下背疼痛等等 台湾每年新增 大约400名病患 全台预有2000名患者 近30年来发生率上升3到4倍 如果这个贫血是合并有 这种所谓腰酸背痛 或是有些人贫血是合并有 这种所谓蛋白尿 蛋白尿就是说 你眼睛看那个小便泡泡非常多 或是这个病人开始体重减轻 或是常常有些发烧的问题 我想这种贫血 大概都是要做另案的一个考量 医师提醒台湾已经迈入 高龄化社会 部分老人会把贫血虚弱 视为正常老化现象 但如果合并腰酸背痛 骨头疼痛等等症状 就不是一般贫血 最好到大医院做详细检查 这样才能及早发现 及早治疗 记者赖水运徐启峰 台湾报道 不少人手机跟平板电脑 是机不离手 小心这个势力会加深 还可能会引发肌筋膜发炎 全身都会疼痛 有一位上班族连续三个月 他的左眼真的很痛 几乎连转动都有很困难 争之后才发现 原来是长时间的知识不良 又缺乏运动 结果罹患了肌筋膜发炎症候群 34岁的上班族王小姐 最近三个月以来 常觉得左眼胀痛 就连后脑及颈部也都酸痛不已 甚至一转头就疼痛难耐 刚开始以为是视神经出问题 后来就一检查才发现 原来是颈后肌筋膜发炎惹的祸 痛的地方不是问题的症结 它就是由后面的肌肉 转移到前头来 因此说肌筋膜发炎大多是长期姿势不良所造成 如果同一部位肌肉被过度使用 就会使得肌筋膜被撕裂短缩 当身体肌肉伸展时就会刺激产生疼痛感 而且疼痛部位和疼痛来源还不一定相同 因此常被误诊 尤其是久坐的上班族以及长期使用3C产品的低头族 是高危险群 肩胛脚会痛 头的太阳穴这边会痛 还有沿着我们颈子的后脑勺一直到肩膀 这个侧面会痛 医师表示常见的五十肩 坐骨神经动等等都是肌筋膜发炎的一种 因此建议上班族和低头族 平时要多补充维生素B群 而且每30分钟就要起身走一走 活动一下身体让肌肉放松 这样就可减少肌筋膜发炎的机会 记者赵宗本堵16是日内的最后一天 他搭乘直升机抵达罗马 并在罗马当地时间28号晚上的8点 就台湾时间是凌晨的3点 正式退位了 来看到是在众人的欢送之下 赵宗是缓缓地步出叫停 搭机前往罗马的下供钢多福堡 而当时他抵达时 城堡外早已经有几百名的信徒守候 赵宗也再度在阳台现身 他强调在今后他将回归信徒 而且乐于展开最后阶段的信仰之旅 赢得了民众的热烈的掌声 稍后在晚上的8点 钢多福堡的城门关闭了 首位撤离了岗位 也象征本堵16是正式卸下 担任8年的教宗职位 而稍早宗教宗对于苏基主教们道别时 他也承诺将会无条件地服从新教宗 而接下来 115名苏基主教将召开命令会议 投票选出新教宗 根据规定新教宗必须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选票 原住民族自治法立法院上个会期未通过 因为借其不连续退回行政院重新审查 总统马英九针对自治法提出宏观 更高角度来突破 看能不能够从一个更乎观的 更高的一个角度来看看能够有所突破 新格魁上任后重审的自治法版本如何 立委学者各界优势如何看待 请收看3月2号原地发声 亲爱的原住民同胞全力注意 去年还不及一掌残材的朋友们 请睁大你的眼睛打开你的耳朵 注意以下的报告 让你们引起起趟忘川求水的 富洛新舞台即日起开放报名咯 今年富洛新舞台要举办 个人歌唱组和团体舞蹈组的竞赛 只要是会唱和爱跳舞的朋友 不分族群和性别 赶快用火箭班的速度来报名参赛 总奖金65万元等你来拿哟 现在就上原始官网和脸书粉丝专页 下载报名表 记到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 或者来电报名下群 比赛的相关资讯 下群专件是02-2630-1963 02-2630-1963 富洛新舞台原住民等你来站台 setups 相关公司 美麟 美麟来 尼跑 过日宫 过日宫 ф雅 好愛呀 不年 不年 好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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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老盼 好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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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开始受到新一波封面接近的关系 北部跟东北部会转为应有雨的天气 而傍晚开始温度也会下降 要记得外出的族人不仅要需带雨季 也要穿上保暖的衣物 接下来看详细的山海跟雨夜气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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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